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独床很容易就404了 结果自己上传毒片的独床外链也失效了 又得重新找独床上传 这样就很尴尬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接下来我从稳定性是否要注册 独片加载速度 支持外链的格式 使用体验以及独片的压缩程度来筛选 推荐几个我觉得不错的独床 值得长期使用 视频篇幅有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博客 老婆种树 这里是我的大本营 内容更加丰富 第一个是他 这个图床我用的最多也最久 平时一些公开的图片都是往这上面丢 放的第一位也是强烈推荐他 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盈利方式 这两个推广 感觉比较单一 希望他们早日找到自己的盈利方式 毕竟这样才可持续 第二个推荐是他 有一点点广告 但是不影响使用 而且正如前面所说 有广告才让人放心 毕竟谁也不是用爱发电 相比其他几个独床 它的独片外量格式只有两种 一种是实验的 还有一种这样的短代码 其他几个独床的外量格式有好几种 可以看一下 这里 HTML 磁链的 专门用于Markdown的 所以这可能是它的一个小缺陷 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结合插件使用 截图 上传 这样我们就把刚才截图的这张图片 上传到独床了 这个谷歌插件的地址 我等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第三个要推荐的独床是他 这个独床我上大学时就听说了 也是我用的第一个独床 维护了很多年了 一直很坚挺 独床这一块它比较专业 支持的独片链接格式也比较多 不注册也是可以使用的 最好推荐注册使用 功能更多更强大 有一点点小广告 最后一个是这个聚合独床 我在社群里看到别人推广这个独床 然后了解了一下感觉挺有意思 具体的原理没有去深入 只是看了网站上提供的这个原理庶民 所谓聚合上传的独片通过这个网站 分发到其他的独床 这样其中一个独床挂了 可以从其他独床获取独片链接 确实很聚合很完美 我来上传一张独片吧 正在分发 这是需要注册才能使用的 然后初始的话分换到这三个免费的独床 刚才这边的原理说明中提到 会返回三个独床的链接 以及这个网站独床的链接 就这里本站的独床链接 按道理这里应该会有四个链接的 但是这里只看到三个 但是我发现这样的聚合 在真实的使用场景中有点疑问 如果它确实返回了三个独床链接 加他们自己网站独床链接 我们到底使用哪一个独床链接 来加载图片 如果使用这三个免费的真实独床链接 那和使用这些独床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如果我使用他们网站的独床外链 这样又相当于在这些真实的独床 中间加了一层锁 前面这个网站考虑到了这些独床挂了 然后可以重新向其他的独床链接 但是如果是这个网站挂了的话 整个过程从这里就断了 所以一样这张图片还是使用不了 可能这个网站的开发者早已经考虑到这种情况 又或者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将它也列进来 主要是觉得这种方式很新颖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他们有自己的社群 就这四个吧 也不给出太多的推荐了 不然很难选择 反正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独床 本地一定要留好自己的独片元件 这是个人的一点经验教训 平时了解到也用到了很多一些独片的网站工具 所以一直想做一个与图片相关的网址导航 就是它 现在这里的网址很少了 因为我还没有加上去 当你有一个与图片相关的需求时 我觉得可以首先考虑一下 这些第三方的一些工具 可能会帮到你 所以接下来视频都是与图片相关的 保证其中一些图片工具 让你耳目一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关注 或者将这个网址收藏 所有的我用过的独片问脸都会在这里面 好的 拜拜